这就是孝之磁纳米,淹没巨孝的力量 嗨,大家好,我是阿祖 今天我们来玩由异词原重工出品的 行客系列卡加勇士磁纳米 包装盒绘依旧采用的是皮套的真实照片 配上磁纳米的烫金文字 转到侧面,是烫银工艺的磁纳米logo 加上英文描述 背面则是产品的实拍黑白照和一些相关信息 盒子内分为上下两层吸塑包装 同时在边缘位置都贴有售后封条 还有一袋地台和一张说明书 将所有内容物取出可以看到它的整体配件数量还是挺丰富的 也与上一款的拿瓦差不多 主体部分,磁纳米的全高约16厘米 全身的外甲都有金属色覆盖 皮套打底位置则是用高光黑来进行呈现 身形部分得益于磁纳米巨大的胸甲 对于大家比较关心的腹部没有曲线的问题会有所遮挡 所以在视觉观感上看起来会比较顺眼些 满分5分,不知道屏幕前的各位会为磁纳米的外观打多少分呢 磁纳米这一套铠甲给我的感觉就像是一位高贵的剑客 高耸的后领,突出的银色肩部铠甲强调了防御性 头顶宝石状的造型凸起 深微的胸甲款式 再配上薄领处的浮雕花纹 高贵感油然而生 作为水元素制成的铠甲 在腹部以及四肢都有得到水元素的强化 这一点上,行客还原的还算不错 对这些立体造型件的呈现,制作的十分到位 斯纳米的副部眼处带有多条纹状的竖条结构 位于眼部和腹部的透明件做的都是相当通透 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内部的细节框架 尺寸不大的召唤器,还原度非常高 各处细节也经得起推敲 可动部分,头部可以进行大范围的左右旋转 侧摆 抬头低头,都有着很可观的角度表现 同时整个脖子也能为整个头部带来更大的活动范围 躯干连接手臂的位置为一个球形关节带来四项可动 肩部的侧装甲带有独立可动 碍于造型的缘故,整条手臂的平抬角度并不能够达到90度 大臂带有平转关节 手臂可以做大弧度的垂直旋转 屈久的表现非常的令人满意 守望位置为单向球形关节 主体默认的是一对握拳造型手 除此之外,还有六对替换手型 分别是握持钥匙的手型 握持武器的手型 五指开掌手 指向手 手刀手 以及可以做出双手合十的狂笑掌手型 但是看到这个手型的第一眼 我脑海里所呈现的景象不仅有狂笑掌 还有这个姿势 真的是太有意思了 Tsunami Power 胸腰尾两段关节 可以进行大范围的左右旋转 侧摆角度十分可观 台胸表现的很不错 但是弯腰的话 腹甲和腰带会进行干涉 活动起来需要注意一下 腰带侧方可以插入钥匙 那么钥匙此次也是提供了200元素钥匙和精灵钥匙 表面的细节刻画还算不错 但是依旧没有上色 那么我们就来给它上点颜色 此处我使用的是某某大陆的水性漆 亚光海蓝色 用笔尖少许占取 对准元素钥匙中央的区域进行一下操作 直至将整块区域全部涂满为止 就算你涂出界也没关系 等它干了以后 用一根牙签在边缘刮一下就可以了 那目前我只是粗略的涂了一下 讲究的玩家可以涂得再细致一些 怎么样 这样的上色很简单吧 你学会了没 整条腿能够前踢至90度不到一点 后踢有着很可观的角度表现 侧踢也很不错 有着如此可观的动态表现 都得益于侧上方可活动的这一块小装甲 大腿带有平转关节 居膝表现也算得上是够用了 整只脚可以进行大范围的左右旋转 侧向接地的角度较小 前后踢的角度尚可 前脚掌可做向上抬起的活动表现 把玩了下主体之后 我感觉这一次磁纳米的整体可动 上半身会碍于装甲过大的缘故 对可动有所干涉 下半身倒与亚塔莱斯 以及拿瓦几乎一致 手感方面不知道是不是润滑油加的太多 个别关键会出现阻力感 刚刚好 不松不紧的状态 那我个人还是更偏向于紧一点 不知道屏幕前的你会更喜欢紧一点呢 还是不松不紧呢 武器配件方面 先来看一下磁纳米的玄校剑 又到了一次元重工最拿手的环节了 玄校剑的整体外观 还原度非常高 只是在护手内侧 有点偷胶 除此之外 它的分色以及细节呈现 可以说是无可挑剔 尤其是这个尖尖头 可千万别掉地上了 在玄校剑的护手外侧 可插入精灵钥匙 插入后的紧实度非常不错 不会发生脱落的情况 但是 拔出来的时候就会有点费力了 这里建议你是捏住两侧 慢慢的将它活动出来 随后是玄校猛枪 作为玄校剑的升级武器 它同样有着非常尖锐的外观造型 在涂装方面 自然不用多说 各种细小的分测都给你呈现出来了 枪头部分的锐度 更是让你又得注意一下 千万别掉地上啊 也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位于护手外侧 同样可插入精灵钥匙 紧实度也很好 不会发生松脱的情况 与玄校剑一样 钥匙拔出将会有点费力 最后就是 刑客传统的地台了 在中间有磁纳米的logo 支架带有三段可动 OK那么总的玩了一圈下来 我觉得眼前的这一款 来自易次元重工出品的 刑客凯甲勇士 磁纳米的整体表现 是合格且超过预期的 全身立体化的装甲 在还原度上表现得非常高 当初在官图上 薄领处的露色情况 在此次的产品中 也得到了优化 大家很在意的腰腹部曲线 虽说在磁纳米身上并没有改善 但尺寸较大的胸甲 也将这个问题给隐藏了起来 使得它的身形看起来 会比拿瓦强上一点 相信磁纳米的整体外观 还是能够让玩家们满意的 再加上精致的涂装 和丰富的武器配件 足以让它成为 目前市面上 最最还原的一款 磁纳米六寸可动人偶 好了 那么以上就是这期 神天玩具组的全部内容 不知道屏幕前的各位 对这款磁纳米 有没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弹幕或评论区 留言讨论 想要了解更多 新鲜好玩的国产模型 可以关注下我的频道 你的长按点赞 也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我是神天组长 我们很快再见 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